娱乐焦点金马五十一年 特别邀请许多大明星跟导演 一起分享当年第一次演电影的经验 像是艺人杨成林 第一部电影就是要全程粤语发音 跟曾志伟对戏 让当时的杨成林超级紧张 他还说自己小的时候爱看电影 常常溜进电影院 泡上一整个下午 而直到那一年 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导演九把刀 也回想起第一次到片场 听到了一堆电影术语 还紧张到连什么时候 喊action都不知道 对面做的是曾志伟 他是演男主角的爸爸 第一部电影那时候才17岁 那时候我也才出道一年而已 身穿白色滑服留着俏丽短发 金钟以后杨成林 想起小时候就常泡在电影院 以前电影院其实没有 那么严格的去查票 所以其实小朋友都会偷溜 然后坐到后面几排看 然后你可能会一整个下午 就待在那个电影院里面 绑着两串马尾 穿着卡通图案T恤 饰演一对情斗初开的小情侣 这是杨成林的第一部电影 当年17岁 就要全程粤语演戏 让她很紧张 我又要讲粤语 我又要面对这么大万机的人 然后又是在香港这样子 非常快速的电影产业 真的是很紧张 那些年错过的大雨 那些年错过的爱情 凭借那一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 亮眼票房 导演九把刀立刻成为一线导演 注意雷某这边 她手一提起来 你就只想要过去 身穿随性T恤 把毛巾挂在脖子上 认真盯着拍摄成果 就把刀第一次指导电影 其实最怕喊Action 摄影师 好摄影师 大家住在那边讲什么 什么Rolling 然后讲一堆术语什么 我到现在都还被捕 所以第一次当导演最大的恐慌 居然是在于 我不晓得什么时候喊Action 游言正果 左校谷 陈从容三人与演的好小子 以挥谐生动的武打情节 登上当年票房前三名 更让九把刀印象深刻 这样子回想起来 其实是先喜欢上好小子 然后才喜欢李小龙的 所以说看到那种好小子 在那边讲 阿达 阿达 那个时候会觉得 那个因为李小龙 都是学好小子的 不管演员或导演 电影初体验总是让人紧张 也让观众了解 大明星的职场初体验 也跟一般人一样 记者赵小康 刘凡刚 综合报道